好 大家好 我們來繼續我們的鋼筆教程 鋼筆課程 現在基本字型我們進行到指這個字 那這種寫法屬於非常標準正楷的寫法 我們來分析一下 再來有前面的一些基礎之後 我們會多在基本的筆法上的一些分析 以及造型結構的注意的一些事項 比如這邊需要一個裝飾的頭 這樣比較不會呆板會比較好看一些 再來要注意紙的問題 然後斜度 橫畫斜度的問題 好 那這橫畫呢 長橫畫呢不能只有這樣單純斜度 一開始截度跟它一樣 那漸漸的快到的時候要一個下來 一般會在這個地方達到最高點 然後直畫 兩邊的直畫 如果以中間切開來 兩邊的直畫大概會有這種包起來 當然長直畫還有一個擺動 大家要注意這種美感上 好 我們再寫一遍給大家看 首先呢這個之前都有介紹過 直畫的寫法要一個擺動 重 重 輕 重 然後這很類似上的寫法 只是要拉長一點 然後這裡也是一個裝飾的擺動 然後這裡長橫畫 中 輕 重 要一個弧度 這樣才會好看 好 那紙呢有時候會把它寫扁一點 有時候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可能為了美感上的一些變化 有些字不一定要寫的這種四平八本 甚至連凱書也是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寫扁一點的造型 好 這個就短一點 相對的就扁了 但是不能過度 然後整個美感上還是要注意 好 再來開始有省略的那個筆畫產生 也就是說我們開始第一個把這個 最後這兩個是連在一起寫 好 那這個就寫大概正方一點 轉折要注意這裡 轉折點 這個轉折點這邊 那這裡要有一個轉折動作 好 再來如果說可以更快一點點 轉折就可以流暢一點 不用像那麼正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線條上就稍微讓它有一點點連續性 好像這樣子 這就比較接近行書了 這種還算是凱書 只是有一點連續動作 好 那再來呢 在那個指這個在行書或者行草書裡面呢 會有另外一個更簡單的寫法 那這個字這樣寫法大家注意看一下 好 指 這樣寫 好 這樣寫法會跟三行 天上的山非常容易兩個搞混 所以有時候要看上下文 那如果說你的文章很容易讓人家弄亂 那就不要這樣寫 比如說那個經歷的曆下面是指 就可以這樣寫 好 這個是指 那我們來順便介紹跟指有關的另外一個字 齒 齒 來看一下 寫在它的旁邊 到此有的詞 好 一開始我們來看一下 比較正的寫法 好 這樣 然後這一定要寫上去 右邊是一個匕首的筆 輕重要做出來 好 這扶勾 這當然都不能省略掉的齁 這個輕重 之前都介紹過了齁 這是凱書的寫法 然後再來呢 是齁 比較 流暢的齁 流暢型 省略 有點形凱的寫法 好 這樣子齁 那再來 點 好 這時候呢 就 為了形凱嘛 就要連續 連續的寫齁 等一下我們可以介紹一下幾個 這樣連續寫的一個例子 好 再來 再來 更連貫一點的寫法 這裡 一般都會從這裡開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連續寫 帶上去 連續動作 連續動作 這樣寫 好 大概這樣 好 當然也有 也有人是從這一筆先寫的 也行 好 反正 大概差不多的連續動作 都可以 都可以 反正就連貫先好 好寫 漂亮 都可以 再來 如果說 我們更省略的 像剛剛這一種寫法 它中間呢 會變成簡單的兩點 這種寫法 這一根有時候不一定那麼長 我們再寫一遍給大家看 它會比較短一點 好 再來呢 更省略的寫法是 中間這整個變成 連續的一條線 然後 穿過來 翻過去 這樣 這就是草塑的寫法 這一種 就蠻常用的 好 好 那 我們剛剛說這連續性 可以寫 寫一下給大家看 連續 要能夠會用 我們隨便拿其中一個 其中 其中一個寫法就好了 好 中 可以看到 中 像這樣連貫 好 有真意 好 我用行書來寫 有 好 真 連續性 好 這邊 每筆都要連貫 最後面呢 好 E 我用草塑的寫法 有時候呢 我們新草塑就是互相搭配 在整個 那樣子會 變化上會 比較有趣一點 好 好 那 大概我們這次 大概就介紹這兩個字 給大家認識一下 我的一些 理解 謝謝